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我来说 我最大的心愿 在我念高中的时候 是我能够考上十大 我能够当一位老师 我并没有去选择其他的大学的夜间部 我选择的是台湾师大 是我受益最多的一个学校 最难忘的一个学校 那一年他开国际华语文化学系 就是专门给外籍学生念的一个系所 让外籍学生学好华语 学好中华文化 那我就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了解台湾这个地方之后呢 发现师大师方大学是一个 对我来说是一个最棒的选择 我的家人也有给我建议 他也觉得说师大很好啊 就是说你可以射箭 但是如果你又可以读书的话 那不是一举两得吗 其实当时我的志愿呢 其实是要当记者 因为我喜欢写文章 那我总觉得当了记者以后 你可以让自己的一些想法 透过你的笔 然后呢去展示 所以后来呢就选择 读师大的中文系主要的演绎就是这边 朋友孩子 特别是马公中学毕业的 大概就是师大都是第一次演 因为这个是我们心目中里头 要想进入的大学 现在的美术系以前是男生的宿舍 旁边就是女生的宿舍 有一些同学的男朋友 想要对他的女朋友献殷勤 因为女生宿舍晚上11点一定关门 可是男生宿舍管的没有那么紧 吃他的夜市晚上越夜越美丽 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就算我们有路边摊 其实也是很简易的路边摊 大概一碗面大概八块十块 就有女同学呢就垂下一条绳子 上面绑了一个篮子 然后这个篮子放到地面之后呢 男生就会把买回来的宵夜点心放进去 然后女生再把这个篮子再抽上来 就可以带回寝室跟同学一起分享 而且这是班上的男同学 或者我的男朋友提供给大家的 对啊对啊对啊我们还吃洋葱面 那洋葱面就更便宜了 那洋葱面就是基本上所谓洋葱嘛 就是一碗面 老不起呢也切了一片的 薄薄的这个猪肉片 美好的回忆 就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真的很想学华语 真的很想学好中文 那就说原来就是我的梦想 然后就不能这么容易就放弃 哦如果我有问题的话 老师很耐心的跟我解释 我快要哭了 一定会成功啊我要找机会啦 他们说怎么可能啊 花人的时间一个外国人 可你可以成功到哪里啊 真的有些人这么说 这是我上的课 就是那个这个学期 因为我听不懂 所以我都在上语言课程 对啊老师就一直鼓励我 就是说这样子就不用放弃啊 在这个地方可以好好读书 但是重点就是要 我们在这里照顾你 照顾你的身体 对然后老师其实花很多时间 在我身上帮我复习 然后跟我解释我不懂的事情 这还蛮感谢老师的 每次比赛都会有老师 来关心我们说 哦 近况怎么样啊 然后训练状况还好吗 有一种就是 你就是放心的 在你的技术上面 在你的专场上面 然后我们会当你的后盾 然后默默地支持你 借这个机会感谢我们 台湾师大的一个同学 大家白天服务晚上来进修 然后遇到我这个 现在有发生状况的同学 他们在经济上 财务上 在精神上 都给我支持 赞助跟鼓励啊 这个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 我永远要表达感谢的事情 师大对我来说 如果最简单我是以校为家 以从我做研究工作 我在这边当助教的讲师 我想我几乎没有事的话 我晚上都是在这边度过 包括现在校长的时候也是这样 所以如果以这个校为家 你想感情应该是无可取代的 就让我 在这边学习也好 在这边思考也好 在这边修行也好 就真的修出一身的功夫啦 大家会看不到的是 我们在这个背后的付出跟努力 对 他们不知道我们牺牲了多少时间 或是多少家人的相处 失败对我来讲是经常是 问题是要怎么样从失败里头 OK 马上就要站起来 马上就要往前走 你要喜欢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一定要有一个希望 一定要有一个目标 年轻人一定有一个对中来 有一个很大的梦 那么携手呢 去创造一些新的局 极没有新的运作的机制 国家的中来 在我们的肩膀上 要每天燃起热情 只要你用不同的想法 另类思考 自己的这个专利能力 一定要专攻 未来的路是你现在在耕耘的 我认为一个大学 其实它的组成 最终还是校友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我会觉得 Oh my god This is my school 我会觉得很骄傲 我们希望未来的台师大 更能够成为世界 一个顶尖的大学之一 各位亲爱的学弟学妹们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把师大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我是文志云 我是吴正极 我是张天堂 我是潘爱兰 我是王金平 我叫谢震德 我是李文华 我的名字叫做 吴承凤 我是喜神雄 我是雷秦银 外国欢迎 我是杨世锐 那我当为师大的校长 我承诺呢 我一定会把师大的师生 我们会把它带好 也不会让校友们失望 那也请校友们 一定要帮忙母校 支持母校 我们以你们为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